下面呢我们来看今天讲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特殊词尾音发音 它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词尾呢如果说是异地或d 它的发音其实就是如果一个动词是过去式 把它变成过去式 或者是把它变成过去分词 那么它这个异地到底是发d 还是id 或者还是发t 很多同学都问我 今天我给大家大白于天下 把这个规律教给大家 好 第二种呢就是词尾 如果是es和s就复数形式的话 那你说它这个发音 它是发is 还是is 还是s 还是z 有四种发音情况 到底怎么样去辨别呢 等会我会讲到 好 x的发音 这个特别有意思 很多语音课是不会讲到这些发音的特色的 那今天我会给大家一一来展示 那么在这儿x的发音特有意思 我们放到最后来跟大家分享 好了 特殊词尾音 首先呢就是过去式的发音 过去式的发音 我们讲到这个规律 如果前面 这是第一种规律 如果前面是t 或者是d 它后面如果加上ed的话 就是加上过去式或过去分词的话 它的发音一定要读成什么呢 记住叫id id 举个例子 比如说 宝位叫guard 它不是d的作为结尾吗 如果后面再加ed的话 是不是叫读成id呢 叫guarded guarded id guar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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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同样的道理 d后面 handed 把它上交 hand it in hand it in 交上来 hand it in cheat 最后一个音是t 它后面再加ed 也是要发成ed的 叫cheated cheated ed cheated cheated ok seat seated ok defend defended debate debated decide decided mediate mediated ok 所以在这儿都是一地一地 好好地去体会啊 好了 这几个词我们大家一起再跟我读一下吧 guard guarded hand handed cheat cheated seat seated defend defended debate debated decide decided mediate mediated ok 好了 掌握一下哈 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种特殊词尾音 好好的学习 第二种 如果这么一种过去时代 它符合这么一个特征 在除了t以外的轻辅音之后 如果加ed的话 它的发音要读成什么呢 只要发成t就好了 不要读成ed ed 不要读成这个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呢 你看 kiss 后面这个音 d不是t 而且它是个轻辅音 s 对不对 所以后面它直接发t 叫kissed kissed 那同样的道理 link 不是t 又是个轻音 叫linked alright miss 同样的道理 mist baked baked pass past 你看 是不是直接加t 就可以了呢 一个轻音 加上去 laugh left right dance 你看这个s 就不是t 对吧 而且又是轻辅音啊 谁叫 跳舞叫dance right push pushed right clap 鼓掌 怎么说 clapped clapped splash splash 后面叫d 这个ed 应该怎么读呢 发t 轻音 splashed right slap slap 拍巴掌 slap 叫slapt OK 你会发现 它只要不是t 而且又是个轻辅音作为结尾 那后面加ed 一定是发轻音的t right 那这个地方fetch 取 拿 fetched fetched 好了 这是我们大家讲的第二个规律 这是很有意思的过去式的读音方式 把它掌握一下 一下 对下 kissed kissed missed missed pass past dance danced clap clapped slap slap 好 link linked baked baked laugh left push pushed splash splashed fetch fetched alright 好了 记住啊 dat 那么第三种情况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呢 一个动词 它的最后一个结尾是个原因 而且是除了d以外的 卓辅音之后 ok 它的过去式的词位就是ed 它也读成什么呢 它也读成卓化的d 卓化的d 好 我们来举例子 首先看一下原因 stay A是不是原因啊 A它是个原因 是吧 A这个原因后面加上ed 它只要要卓化d 叫stay 是不是有了 很简单这个规律啊 climb climb这个音 你会发现后面这个是m ok m是什么 当然它是个b 是个卓辅音 对不对 m 那你会发现它又不是d 对不对 那后面再加的ed的话 就要读成卓化叫climbed climbed ok 好 同样的道理 play played bomb bomb 炸弹啊 bombed 我们炸掉了 fry 我们可以叫fried resolve resolved ok stir stirred arrange arranged settle settled change changed scheduled 作为动词啊 计划叫scheduled 加ed 所以这些呢 都是很重要的 发d的 这么一种发音方式啊 首先呢 咱们大家要了解啊 两个特点 第一 要么是原因结尾 要么是辅音 而且是着辅音 而且是除了d之外的着辅音 后面要读成d 加ed的时候 all right 再跟我读一遍吗 stay stayed play played fry fried stir stirred settled settled scheduled scheduled climb climbed bom bombed resolved resolved arrange arranged change changed all right good 好了 这是我跟大家讲的 非常重要的 第三条啊 去体会一下 好 第四条 第四条 也不是第四条了 其实这是讲的是 复数形式的发音了 复数形式 复数结尾 这个词尾的时候 第一种规律 记住 在轻辅音 这六个轻辅音 五个轻辅音 p t k f 这五个轻辅音之后 发音 直接读成轻音的 s s 就好了啊 比如说book 你看 是不是最后一个音是k啊 后面加s books books 很简单啊 直接发s 轻音就好了 breath breath 是不是这个啊 后面加s叫breaths ok ship 来 是不是这个啊 好 是不是叫s ships pick 是不是这个啊 ok 后面加s picks bip 叫s bips laugh ok 加s lafs cats cats tttt 后面加s 你不能说cats 对吧 ts合在一起 不是发s吗 cats ok puff 加s puffs rat 加s 跟刚才一样 cats一样叫rats month th sound 要读成months 在这儿一定要注意 很多学都问我这个问题 这个th sound 再加s 是不是只要直接读s就行了 这没有连读现象 一定要读读出来 month 要是舌头 然后再把舌头 收回去 加个s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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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头在 哇 回缩就好了 所以说英语当中呢 有的时候是不能减掉一些音节的 当然我们后面会讲到缩读啊 这种情况 但有些东西是不能减掉 不能减掉怎么样 加快速度就好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还是要加快速度的 好了 这是我们大家讲的很重要的第一条规律 一起再来读一下 book books breath breaths beep bips pick picks laugh laff laffs cat cats rat rats puff puffs 翻s mouth 加s mouths ok 好 掌握一下啊 这是第一个规律 好 第二个规律了啊 再辅 relief 再辅 Fin BU S S Z Z niche кож 这六大辅音之后 如果啊 你要加这个负数yes的话 或是s的话 OK 那它的发音 记住一定要读成 is 举个例子 比如说praise praise是什么呢 是这个音 发现了没有 它是最后一个音是 如果后面再加上这个yes 这个第三人声单数 就变成了praises 看到了吗 它发音是is 那同样的道理 church church是发ch 对吧 这个音 加yes叫churches churches is ok 眼镜叫 glasses ok house houses horse horses bush ok bushes raise z ok raises brush 同样的道理 brushes ok rose 那前面也是字嘛 后面叫roses is ash ash 发这个sh这个音 是吧 叫ashes branch che 发ch这个音 che Here right 后面加yes 叫branches branches 好 rage 发 z这个音 后面如果是负数的话 或是这个第三人声单数 暴怒 叫rage 不要读成rages 应该叫is 叫rages OK 这种感觉 好了 这是我们大家讲的第二大发音规律 去体会一下第三人生单数的特色 第三个 在所有的原因 和除了以下的这些 刚刚我们讲过的这些 辅音之外的着辅音之后 它要发z 而不是刚才我们讲的is了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mom 这是个着辅音吗 但后面呢就叫moms 不能叫mommies OK egg加s eggs 也不能叫eggis 对吧 eggs OK stay 这是原因嘛 原因之后嘛 原因后面要加着话的z 就stays OK star stars breathe breathes 你看是不是后面不是 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些着辅音啊 它是发z这个音啊 对吧 发z这个音后面就要加z 啊 叫breathes 发z bottle 叫bottles bed bez OK fan fans 这个词不能说扇子 很多扇子叫fans fans 不能错啊 叫fans OK 所以我有很多的啊 比如说关注者啊 关注者怎么说叫fans 不能叫fans OK 发着话 beg加s 就begs 发z这个音了啊 好 祈求 作为它的这个第三人称单数 es 或者是s 发音 直接读成z 这个音啊 很重要 begs begs OK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 第三个啊 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三人称单数的规律啊 今天呢 我们讲了非常重要的东西啊 第一个就是辅音连缀这个部分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去体会啊 无论是词首的辅音连缀 还是词尾的辅音连缀啊 辅音合在一起的时候 不能出现原因 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 而后面呢 我们讲了这个过去时代 或者是第三人称单数后面 作为词尾的时候 它有不同的发音规律 各有三四个 刚才也讲过 回去好好复习啊 当然了 咱们打也可以好好的去练啊 练一定要付出时间 不能上完课就拉倒了哈 当然了 最后一个 我要把它放到最后 是因为x的发音 很少有人讲到过 实际上x 它这个发音难点很有意思啊 那第一种规律就是 如果x是在词首的话 你看是不是在单词的首啊 它的发音是发z这个音 你把它掌握发z这个音 所以说复印这个词这么多啊 叫xerox 你看很有意思吧 你不能说xerox 叫xerox 好 仇视外国人 对外国人非常的不满 这种感觉叫xenophobia 这是一种病啊 phobia 一种痛苦 不堪不爽 这种感觉啊 好 叫xenophobia xenophobia xenophobia 去体会一下 那他们都是发z这个音了啊 不管怎么样 咱们大家记住 这是第一种x的发音 第二种x的发音 x在原音前 且中毒的时候 要发生什么 叫gz gz 好 那么x在原音 你看 是不是这样呢 exalt 这是个原音啊 这不是m啊 ok 且中毒 那是不是啊 对啊 x中毒了 exalt exalt 对不对 这个时候要发的音是gz 所以这个地方叫exalt exalt y gz ok ok 这个地方 不是这个啊 exalt 是这样的 看到了吗 exalt zolt right 那在这非常迷 exalt 这个地方出现 这么一种发音特点 好 那同样的道理 确实的叫什么 exact examine exam exist 是不是 他们都是发 的特点 对不对 说一个人精疲力尽 叫exhausted I'm exhausted 今天录了很多的内容 给大家 我特别的累 我们说 I'm exhausted OK 这种感觉 好了 记住这个 很有意思 在原因之前 并且中毒 发ex 这种感觉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条 去体会吧 第三条 就是什么时候发 ex 什么时候发 ex OK 这很有意思 那么在这下面 你会发现 除了刚才的那几个规律 如果 这个ex出现在 其他的情况 他的发音就是 ex 比如说 6 exercise exer exer 你看 ex这个地方 它就发成ks了 对不对 explain 解释一下 text 文本 花费 expense 对不对 excellent 盒子叫box 对不对 排除叫exclude 所以这个地方 不能读成 guze 就不是这个音了 要读成x 所以就叫 exclude box 对不对 这种感觉 咱们大家 把它去体会一下 好了 这是我们大家要讲的 ex的发音 这确实是个难点 一共三个规律 咱们大家去体会 好了 那么还是跟大家分享 我的公众微信 邱振振 我的公众微信 直接在这个 微信的这个平台当中 我们大家打开微信 搜索邱振振 三个字 my chinese name 你就能找到这个 我的公众微信号 这样咱们大家加进去 然后呢 再查看历史信息 你会得到太多 太多英语学习的相关资料 全是免费推送给大家 每天推送一次 当然了 咱们大家也可以跟我 进一步的学习英文 在我们的在线课堂 你可以在我的微信课堂 我的微信课堂 是公众微信号 叫秋秋voice 秋秋voice 当然了 这个发布的任何的教学内容呢 里面的文字版 那你要到另外的这个 秋秋俱乐部里面 去学习 那么在这个地方 个人微信叫 秋秋课堂1 会去体会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个人微信加进来 之前必须要告诉你 我你是谁 姓名 职业 手机号 Tell me OK 我才会把大家加进来 这样呢 我们大家就相互的信任 相互的互动 答疑 就真正的展开了 好了 公众微信 咱们大家可以回复不同的数字 还是那些不同的数字 比如说回复9 英语学习成就你 我回复10 英语单词速成的秘籍 怎么样去背单词 你只要回复数字 就可以跟我一起 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公众微信号当中回复 就可以得到很多精彩的学习内容 OK 好了 最后这一幅图 跟大家分享 特别喜欢的一句话 咱们大家也可以把它背过 成为今天我们大家学习的动力 When life puts you in tough situations Don't say why me Just say try me 什么意思呢 当生活至于我们 于很困难的境地的时候 不要总是抱怨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不公平 对我来说是这么糟糕 而应该说 Hey Try me 试试看 OK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要多去尝试 并且呢 不畏艰辛 勇敢地去 走出那一步 勇敢地去挑战自己 我相信 我们的空间会变得很大很大 所以有的时候 发音很累 学起来很难 很苦甚至 但是学好了 我们会真正的 发自内心的 由内而外的 欣喜入化 OK 希望我们的同学们 都能够有这种 最后的一种快感 好不好 All right I'm here Not to teach But to share My name is Chiljen Jeng Goodbye